有好多護理師跑去環島 環島有錢啦 他就 謝謝這個 辛苦要幫他簽名啦 他說我們同事那麼久 我很相信 萬一我們斷手斷腳會滋滅不行 你要幫我做決定 他為什麼不敢跟他父母講 他為什麼不敢跟他父母講 不敢跟他父母講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還是怕父母 擔心難過所以我看見 所以就 哇 簽了好多髒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我們現在在社區 尤其是我們在這個農民之家 我們也在推動這個醫療人帶 因為有一些人 你跟他提到說 你要不要在健保醫系卡上面 預立這個 這個善終的意願 他會覺得有點擔心 那如果你很擔心的話沒關係 那個因為你 因為很多人沒有單身嘛 你擔心你不想簽都沒關係 那你是指定一個醫療委員的代理人 好 委任好 萬一你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你的代理人 來幫忙你做一些決定 這樣子 所以 醫療委員的代理人 醫療委員的代理人 沒有規定說 醫療機構附屬的人員不得會見證人 他沒有規定說他不能做醫療委員代理人 對沒有規定說他不能做醫療委員代理人 好 那這個只要一個一個人就可以嗎 還是要兩個人 沒有一個人就可以了 之前不是要兩個 我們人很清楚的時候 這裡會第一月人 所以一般第一月的時候是我人好好的啊 然後我擔心我有一天有狀況的時候 我就請這個受任人來到我的醫療委員代理人 所以自己很清楚 之前也是一個人 可是要兩個同意人嗎 不是嗎 之前那個 那見證有兩個嗎 身為那個末期的病人 他如果決定我不要急救 那法律上面經過草野協商的結果 法律上規定說要有兩個見證人一起簽名 事實上清醒的也是一樣 像我玉莉 他就說要找兩個 目前的玉莉 是所以照理說 衛生福利部 在玉莉 就是預簽玉莉批約的這一塊 衛生福利部有發公文 他就說 不需要兩個見證人也可以 不過為了妥善其見 所以很多家人會要求你填滿兩個人 然後他家人不簽可 像我給我先打拼簽 對 是可以 找小孩對不對 對 是可以 所以目前我們剛講到的那個意願 目前我們 健康理就都可以事先與健保安息坦注進 預定DMR的意願 對 那我們今天沒有帶一些給大家參考 不許下幾堂課我會再請那個王務委長再給大家這個參考 一樓有 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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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你填好之後 你把正本 記得一定要交正本過去 因為它不小心 因為它不小心有解釋 你把正本寄到臺灣安靈照護學 或者是現在很多醫院的服務臺都有在代修件 給這個醫院服務臺代修 它會轉送健保 然後就完成健保卡的註疾這個流程 那在我們最近一次修法就特別指出 健保愛心坦育力醫院就等同於正本 正本 就跟 那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病人倉促到醫院去 完全沒有帶這些什麼 醫院服務在身上 然後 愛心健保法一插一樓 就會讀得到 那 目前我們最新醫院體驗已經要求 健保愛心卡 如果有預定註疾的話 醫院會在病例明顯的地方會呈現 我們現在有一些醫院 如果你 我們 我們知道 我們病人住院都需要戴手圈對不對 對 那 有些醫院已經把 健保愛心坦如果讀到有預定醫院的話 他的手圈就是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顏色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特別在醫院發生一些什麼狀況的時候 突然有些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了解之前還有這樣的醫院 那會用 會跟家屬討論 然後是不是用比較緩和性支持性的 方法 來照顧病人 這是一個提醒 那 很多人 簽了這個預例 他會擔心說 會不會我 送到醫院急診室 醫師 就都不管我 我說 他這個肩膀牌有預定 我就不用管他了 錯 不會是這樣子的 醫生一定會先進行評估 然後評估 看你是不是屬於很多器官衰竭的某些病人 假設你只是溺水 什麼便急 剛剛講的這些 是符合這個CDR要件 他還是會幫忙你做必要的組織 但是做必要的組織之後 如果又過了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狀況一直惡化 完全看不到起色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你就符合默契的狀況 就會再去跟家屬做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是大家必須要了解的 不用特別擔心 我這邊也要插一個笑話 我們安寧病房 每個醫院的安寧病房 都有急救車 上次我們要更新的時候 醫院的單位 你們安寧病房不急救為什麼要買急救車 為什麼 去探病的人會不會忽然婚倒 愛上摩托的家屬有沒有可能 婚倒去要急救 那有些病人 他本來已經症狀控制好一點 他要出院 他後來心裡不整發作 你要墊幾千萬元 所以安寧病房急救車也很重要 還是有他存在的力量 安寧病房的醫護人也要去上急救的訓練 這是也要去上的 因為我們是對於預計已經會死亡的病人 不用這些人工方式 但是對於他不是這個狀況的 醫護人的第一個反應 還是會試著去注意 這個是說 有些人牽膀愛心糖已經玉滴了之後 真正真正碰到一個狀況的時候 他覺得他還想避免看 他又給你畫一些代價在試試看 他只要跟醫生講 口頭的意思第一優先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我簽了之後 醫生都說 不行你不能採 我剛才會已經寫了 那就太糟糕了 所以剛剛提到 你必須你年來20歲才能夠簽這個醫院的書 寄書的醫院是正的 最好有兩位見證人的簽署資料 見證人必須你把一起這裡上 那這裡身份就沒有限制說 你不能在什麼醫療上 大部分這些志工親處 很有用 都可以 那應該我們這裡還是建議說 最好還是找自己的親朋好友 尤其是有小孩子的 你在親自的時候 最好讓你自己的小孩子知道 很好 這樣萬一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小孩子才不會一直放在心上很難過 好那我們這一次喔 一來你可能也說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中止或測 撤除維生系統 在這次的法條上面 特別定出來 就是說 只要經過兩位醫師診斷 缺微默寫病人 經過清楚的病人自己填醫院書 不清楚的病人由家屬代表出具同意書 就可以中止或撤除維生醫療系統 沒有追清清楚一樣 經過安寧管理醫療照會之後 根據他的最大利益 主治醫師替他出一組決定 那這個是對於我們這些病人的一個權利 一個很大的保障 為什麼 以前側管流程很繁瑣 變成什麼 醫生不改擦 擦了之後 要把他綁不掉很麻煩 什麼三代同堂 還要找美國家屬去朝裡去見證傳真 很麻煩 那現在不是 現在為了保障這些病人的善終權 由家屬來簽同醫書 就可以中止或撤除 那把關的部分是誰 是兩名醫師 那其實醫生是為了救命 必不得以 醫生其實不會輕易放手 所以 所以 有一些病人 收到急診去 剛開始不知道狀況 還是先救了再說 結果救了 拖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死亡率越來越高 救回來的機會越來越低 尤其是裝一些葉克膜的病人 如果你聽那個科幣演講 很多裝葉克膜的病人 手腳四肢開始發黑 怎麼辦 然後 新型的病人 或許他回來 像那個新型王子一樣 回來了 他可以重新開始 可是問題是 如果連腦子都已經缺氧 都已經壞了 這樣的病人 歷經這個過程 不只對病人 對家屬 對醫護同人 都是很大的折磨 那現在這樣的病人 剛開始以為 搶救回來機會很大 我們盡力去搶救 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會越來越渺茫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來幫他 終止或撤住 讓他平靜 這個不用再拖延 就可以往生 所以是這個部分 新修的法 賦予法源 所以就有個生理書 那大部分的醫生都會 這個部分 是撤回 他不願意嗎 對 這個是 這個是 如果 如果 我們 剛剛講到說 我現在有點後悔 我想盡力拼拼看 這樣你只要填了這個之後 醫療人員還是會盡力幫幫你 這個是關於發生 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有醫生不配合的話 可以跟他說 可是你這樣子好像 違反我們的意願 沒有遵守這個條例 那這個部分 是在跟大家 討論 我們接下來要進入 下面一個部分 叫做倫理議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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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